欸 他到底在講什麼 好歹我在台灣也是英佑英語系畢業 我想說我怎麼會聽不懂他這一句英文 這 我的英文會不會太差了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Ashley 我來自新竹 然後當初我決定去澳洲其實是非常的突然 我就覺得工作到了一段的時間就覺得好無聊 無聊 對 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突破的感覺 然後就一直一直待到現在有四年的時間了 因為我有聽到兩題的說法 有人說你英語不好沒關係 那邊中國人很多 華人很多不用擔心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有聽到說 英語不好的話實際上很不方便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一落地的小女兒就找到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在那個新上海 在雪梨的那個Wasteville裡面 就是上班的時候 客人問了我一句 Where is toilet 然後我聽不懂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欸 他到底在講什麼 好歹我在台灣也是 英佑英語系畢業了 他到底在講什麼 後來我就請我同事去幫忙解決這個客人 那時候心裡不是很打擊 我後來就問我同事說 他這個客人到底是需要什麼 他說他找廁所 我想說我怎麼會聽不懂他這一句英文 這我的英文會不會太差了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發現一個 很快可以進步你那個 聽力和口說的一個方法就是跟讀 如果你想學美式英文 你就找美國的那個電影 如果你想學英國唱 你就可以找哈利伯特之類的 然後你 影片中的人 他說一句話 你就可以按暫停 然後你更讀一次 你要編錄音 對 然後更讀你的語速和你的音調 都要一模一樣 才可以繼承下一句 你可以不懂那個裡面的字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要 如果他一句話裡面有十個字 你必須要聽到十個字 而且念出那十個字 到底是什麼音 對 你可以不需要逐次去查單字 然後你這樣子練習 大概一個月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英文突飛猛進 你就突然聽得懂Local說什麼了 其實學靈來講 特別是在City裡面 我敢說90%以上的人 都不是澳洲本地人 很多都是來自加拿大 然後歐洲 大家的母語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用英文溝通 也只能用母語 對 所以我覺得語言上面是一個工具 然後它可以幫助你了解別人在想什麼 了解別人在說什麼 然後對於工作上面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雙語人士 你可以講英文也可以講中文的話 那 是下落 對 其實甚至你在 對於某方面的職位來說 你是更優於本地人 更有優勢 對 因為本地人他可能只會講英文 他英文非常的流利 但是他看不懂中文 而且他們當地人非常喜歡聊天 如果你大感一點 非常喜歡講聊天 對 你大感一點 你去個公園 人家在樂果就坐在他旁邊 你就可以跟他對話了 嗯嗯嗯嗯 所以語言其實 跨出去就對了 對 跨出去就對了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就帶了一千澳幣 一千澳幣 因為我太窮了 我在台灣就是那種月光族 哇你真的很幸運 一千澳幣就去 然後地面跟他找到工作 對 然後 因為我在台灣就是沒有存錢的習慣 就是本身習慣不好 月光族這樣